透过行车记录器可以看到一辆救护车在行经前京区中华三路与七线路口的时候 白色休旅车看到这个救护车要通行因此放慢速度 没有想到遭到后方的轿车给撞了上来 后方的轿车引擎盖当场变形 而这起车祸事件就发生在4号下午的4点多左右 当时救护车要经过这个路口的时候 白色的轿车先是减慢速度 没想到遭到后方的驾驶追撞上来 疑似没有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才发生了碰撞 解放到场之后双方并没有受伤 经过酒侧也没有酒精反应 全案详细的造势原因 在郊游交通处理人员进一步的调查离机 民众如果在路上看到救护车 消防车等等 鸣笛执行的时候呢 请务必要停等礼让 也提醒驾驶务必留意车前的状况 避免发生碰撞事故